边境的开放已经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 那么联邦在边境到底在做什么呢 他们才把人放进来 德州边境有一个大铁门 这个大铁门一直都是属于私人财产 过去一直都是开着的 后来这块土地的拥有者 就允许德州以及联邦政府的机构在这里工作 于是德州政府就把这个门给锁上了 因为这个地方是非法移民走进美国来其中之一的入口 德州把门锁上之后不久 联邦的边境管理局的人就来了 怎么来的 拿着钥匙来的 直接就开门把等在外面的这些非法移民给放进来了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边境管理局给非法移民开门的这一段视频 这些帮助人非法入侵美国的人 就是美国自己的边境巡逻队 在这些人还没有踏进美国领土的时候 他们就还没有触犯到美国的法律 但是让他们在美国犯罪的 恰恰就是美国的执法部门 感谢观看